花莲市立幼儿园 16号上午举办小班小朋友的学习成果发表会 邀请家长与学童一起创观 透过小玩家大创意的趣味主题活动 带领学童们发现大自然与生活中的常见素材 再运用不同材料 体验各种创意的体能活动 引导小朋友学习表达自己的想法 也让家长共同见证小朋友的学习成果 16号上午来到花莲市立幼儿园 小朋友们随着音乐节拍 跟着老师舞动小小声区 可爱模样让家长们都忍不住 拿出相机记录下来 再经过一年的学习 是有小班的小朋友即将步入中班 幼儿园也在学期末 为小朋友精心规划办理 年度学习成果展 运用青纸的创作 做出了很多的作品 它包括有金属类 纸类 还有我们的大地素材 从纸箱的创作 做出了许许多多很好的作品 那今天我们也依照他们的学习成就 做了有关于八关的闯关活动 希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跟家长 都能够了解我们小朋友学习上的成就 以及享受这个美好的早晨 四右小班的成果展 这次是以小玩家大创意作为主题 特别邀请家长一同到场 和小朋友共同闯关 见证一年来的学习成果 基于这个活动 其实我们可以让我们新子之间 那有这个良好的一个互动 然后也增进这个小孩子 他在各方面体能智能的一个发展 那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 小朋友的小象力其实是真的很功夫 对所以他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 还有很多做法去 在他平时都可以看得到他的改变 成果展的闯关内容包括好棒按个赞 我是投资手 翻箱月领滚滚乐 好忙好忙的剪刀 拼拼臭臭的小玩家 叶子拉车以及数字排排乐等八道关卡 其中有助学童激励平衡感训练的体能项目 也有艺术创作针对孩子的学习设计多元的关卡内容 市长威嘉贤也表示 未来私立儿园会持续针对各种不同主题 节庆来规划课程 尤其在衔接教育的部分也会加强课程 让学童在幼儿教育里快乐地获取知识 健康成长茁壮 记者徐丽晴花莲市报导